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多 但收盘是不是倒扁0.4分 收28.306 那至于全世界的股市 今年蛮多投资机构发表看法 瑞银集团说金融情势紧张 可能导致全球股市在第二季出现阶段性改变 导致整体报酬下滑 那成长股票的表现将优于价值股 他反而是认为成长股像科技股 这些成长股表现会优于价值股 那瑞银的策略师是说 等到投资人对通膨的热情达到高峰 联准会尚未缩表 那市场会从流动性的驱动情况 转为经济成长跟获利主导 那最大特征是实质利率跟信贷利差的触底 象征流动性顺丰结束了 他说这层改变不代表流动性会大幅缩水 但是确实会让股市大涨的本质出现重要的改变 他说毕竟流动性顺丰一直是推动股市上涨最大的力量 瑞银是说第二季会出现阶段性的改变 那我们再看看第二季会出现什么样的改变 那至于说包尔在国会听证 他的完整表示是这样子 他是说现在目前经济前景 然而是高度不确定 所以市场解读说 联准会会延续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市场当然很关注最近美债殖利上升 跟随之而来可能通膨担忧 那这些担忧可能会迫使联准会 提早收回政策支持 不过包尔却没有这样表示 包尔周日是说美国经济离我们 现在目前就业跟通膨目标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了 大家不要担心 而且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一步进展 所以他在安抚市场 同时他说呢春季大跌之后 消费物价在去年剩余时间内出现了反弹 所以春季就去年嘛 那个疫情的时候 这个出现大跌 那但是呢对于一些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 目前仍然是特别温和 就是说现在目前 这个物价还是很温和啦 总体来讲通膨率 还低于联准会2%的长期目标 他有补充说低薪工人啊 非西班牙裔啊 这些少数族群事业很严重了 所以经济混乱使得很多人上升 美国已经死掉50万人嘛 因为新冠 这比美国历次战争啊 对外战争什么越战一战二战 所有死掉人加起来多啊 这50万人这个数字啊 所以他说很多人死掉 因为经济啊这些问题 但并没有给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那不确定性是经济前景还是不确定 但是他说这种国家的发展应该是还好了 同时他的重申 严总会致力使用全部工具来支持经济 确保这个困难时间内经济付出可能尽量的强劲 所以他这番话也的确使得美股啊出现了扭转的一个情况 就从原本啊这个早盘的时候美股是大跌嘛 后来他讲话之后呢就慢慢开始恢复 这个收拾师徒了 这个鲍尔的讲话是有一定的力量的 那至于说达里欧是怎么说呢 这个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是非常洞见观瞻 他说美股现在没有到非常危险的地步 目前前1000家美国最大企业中 也的确有50家已经吹出极端泡沫 extremely 他是这样讲这个bubble是extremely 他是这样说那极端的这个泡沫出现 他是发这个linking在上面发言 他所制造他所做的一个泡沫指标显示 美国股市现在目前整体 已经上升到77%的一个泡沫水准 2000年跟1929年这个大崩盘的时候 这个指数是100 现在目前是77% 所以相较177% 感觉还有上升空间 应该还好 但他说1000家里面 确实有50家已经是出现极端泡沫 我相信他应该要讲特斯拉吧 1000家里面肯定有特斯拉嘛 是不是极端泡沫 好那台股是不是有泡沫呢 台股有真的有泡沫吗 我们赶快来请教 秦一奇或林志斌分析师 志斌你好 台股有没有泡沫 台股我觉得最近的撑盘效应 其实还蛮强的 尤其是在过年过后 在1月21号这个高点的附近 每次只要来到这个位置 都会有一些摆盘的一个呈现 你看现在目前的夜盘的台股旗 它又呈现向上拉抬的动作 慢慢的都一直守在这个线上 那当然未来在这条线 就会是相对的多空的关键 你说哪一条线 就是在1月22号高点这个附近 也就是跳空回来的 那个跳空缺口的下源 这个部分 为什么要撑这个点呢 这个点其实有几个因素 因为过年段期间 其实台股都没有开市 而美股那时候 其实是呈现强力上涨的格局 所以造就了台湾股市 一开盘就开空 台湾开到400点 所以这个400点 也让整体市场上追价的 买盘力度变得比较弱 所以就这段时间 震荡幅度很大 但是引线都很长 上下引线 尤其在盘中 如果常常发现 就是突然性的大幅度拉抬之后 接下来必然伴随的 就是一个快速的下杀 连续的几天都这样 或者大幅度的回跌到 所谓的刚才说 我讲的那个位置 就是跳空位置的时候 就会有承接买盘 做一个进入 那就会呈现一个 A转V转 A转V转的状态 已经延续了 大概将近一个礼拜的行情 都是呈现这样 所以今天呈现一根黑K 最后收在最后的 也在这个临界点的位置 那明天的开盘 就相对重要了 如果明天开盘 是直接往下开低 落在这个限制下的话 它如果反弹回撤 没有办法快速站回 接下来可能就会比较走 空方的行情了 可能就会相对的弱势 但是如果它又回到 整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横盘趋势之上的话 可能就还是会持续的洗盘 可能洗盘到整个 二八年假之前 大家可能都会相对的 比较保守 让二月整体的行情 就可能就停止在这边 比较不会有太大的趋势 做一个呈现 尤其是目前看起来 整个市场上 要愿意去突破 一万六千五的这个力道 还没有那么的明确 大部分来到这边 都是留很长的上一线 所以指数什么点位 绝对不能跌破 跌破的话有这个所谓转空 很明显转空在下挫的一个 跌破的点位的话 我认为会是在 一万六千一百五十点附近 这个地方绝对不能破 一万六千一百五十点 那是时日线 对对对 因为时日线现在目前在 一万六千一百二十三点 对对对对 这个地方不能破 同时也是一个 跳空缺口的下缘 对对对对对对 这所谓跳空缺口 就是二月十七号 这个开红盘当天 因为这个二月五号收盘 当天是收在一万五千八百零二点 对对对 然后一月二十一号 二月二月十七号开红盘 对 它的低点是一万六千一百九十七点 对没错 就大幅跳空往上 因为这个美国股市表现很好 对 所以我们就开红盘大涨 那这中间 有很大的一个跳空缺口 对 所以说那这个跳空缺口 不能回补就对了 回补了基本上 整个行情多方的趋势 就会如同 大家对于泡沫的担忧 就会明显上升 那可能就市场上 出错的离岛就会更强 对 那这样就比较着想空缺了 所以听众朋友 可以稍微记一下 一万六千一百五十点 这个地方低点不要去触碰 对 那今天低点是一万六千两百一十二点 对对对 所以距离刚刚兵哥所讲 这个低点大概六七十点空间 就尾盘下杀到这个位置 对对对 而且以目前最近的整体震荡幅度 其实这六七十点其实很快 可能十分钟就会走到这个点数了 好 那讲白话一点 就十日线一定要守了 对对对 因为今天已经破五日线 十日线如果不守的话 你下面就是月线嘛 对啊 月线就要破一万六了 对啊对啊 一万六又是另外一个行情 一万六在 月线在一万五千九百点 对对对对 就等于说你十日线一破回补跳空缺口 那可能大盘就顺势要去测月线 对 那如果月线一破的话 那就更不得了 对啊对啊对 尤其是指标 因为季线在很下面嘛 季线在一万五千点 对对一万五千 那就是一千点空间 对一千点空间 现在随随便便上下都是一千点 一千点就 一千点就差赛啦 对对对 而且大家在 因为目前的整个股票的市场的热气氛 是非常的热的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其实也要有一些 提高警觉的状态 那你觉得最近融资这样大增 五个交易增加了一百五十亿 然后我的音乐人跟我讲说 最近开户的人非常的多 对啊 这个满到不行 很多这个股市新手进场 对啊 这就是我就担心的 就是另外 就是今天在提的插协同理论 大家都不断的进来 尤其是在零股交易之后 太多人都会去买台积电的零股 对啊 所以造成了整个大家市场上都一直 你买嘛 外资就一直到啊 对对对对 它正常没人买啊 对啊 就是变成这样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积电这个股 台积电本身来讲 它已经是比较相对呈现弱势的状态了 对啊 它本身在上方开高之后 它已经回补缺口 已经率先先破了那个 整个二月 就是封关年前的这个价位了 所以指标股都已经开始转入了 其实要提高警觉 不要那么的过分的一路的看多 对啊 这个时间点来讲 我觉得是要稍微保守 尤其外资的还蛮明确的 我觉得你去神格化一家公司 去神格化一家股票 就不好了 对啊 我不是说台积电不好 台积电非常棒 但你说护国神山 神山 你就神格化了一家公司了 那你去神格化一个个人 或是神格化一家公司 我也不知道护国神山 这四个字是谁创造出来 真的很天才 就一个神山 在那边护卫着台湾 守护着台湾 台湾有台积电就不用怕 不用担心 但台积电是台湾人的骄傲 我就觉得肯定了 承认了 但是你去神格化一家公司 其实我觉得 未必给股民是一个最正确的一个想法 可是太多新手进场 突然跟穆华哥讲到神格化的时候 就说神是来干嘛的 神是来拜的 所以神来拜的 通常都会让他变得比较不好一点 通常讲这个 台湾就台积电 对对对对 好公司就好公司 好公司就好公司 我相信台湾自己 他们走出来就是神 土地工还是什么 这样子好吗 好像有求必应的感觉 这样你事情也不好啦 就是这整个 那其他行业的人心里作何感想 对对对对对 大家还是百工嘛 我们讲这个社会是百工嘛 不是说只有一家 半导体公司可以撑起台湾所有经济吗 对对对 这这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啦 就基本上 他如果单一影响太大的话 反而会让市场失去原本的正常机制 那操作起来就会更难度就会更大 对啊 这样子反而对整体市场操作是不利的 尤其是如果全市场的资金 都往台积电去触涌的话 其实就会变成 你就会变成割稻草的那一个 割韭菜的那一个人 因为当太多的散户跑到那边去 就像最近外资一直在卖的一样 他就倒给你嘛 倒给你 因为我们一般散户的资金承受度 绝对不比外资 他可以把他杀到一个相对低的水位 让你承受不住之后 他再来做相对的处置跟布局 那你其实就撑不住啦 那就无缘故被洗掉啦 好 非常谢谢兵哥 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点位 16150点这个位置 就是说这个跳空缺口所在的位置 对对对 的下缘 时日线也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提醒大家在技术面上面 有一个重要的防守区间 非常谢谢林志斌分析师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